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是球场 二是教练 现在冰岛拥有过百的持有顶级教练真熟的教练 而且他们都在为孩子服务 我们的计划中 当2020年力争实现有7万名教练 但和冰岛一百人 就拥有一名教练相比 差距太大了 白年松海表示 我们不愿意成为给中国足球讲段子的人 坦白说 世界杯在热闹 我们不过是路人甲 还是一群看客而已 只有把中国足球真正搞好了 让中国足球与足球成为同一项运动 我们才能真正的开心